小娘 大家好 我是小娘 刚插秧的稻田真是太漂亮了 小娘就喜欢这田园的风光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故宫南院到了 听说这里很多的宝贝 哇 故宫南院好漂亮 建筑好壮观哦 很漂亮哦 下车上厕所 小娘到哪里先拍厕所给大家看 这是故宫南院的厕所 大人的小孩的都有 还有包尿布的 亲子的小孩洗手的 那是大人洗手的 这个很好看啊 对啊 高嘴 高嘴 那是亲子的 这是普通的 干净 卫生 这里有一间 手台很大间 我拍一下哺乳室给大家看 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哺乳室 我没有比较没有对比啊 哺乳室还有喝水的 好 好 这就是台湾的哺乳室 走 这就是故宫南院的前大门 这里整理的都很漂亮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个故宫南院 真的是咕噜寡闻 也难怪因为这里也就是开幕 不是特别长的时间 相信很多人没有来过 也不是帮我小娘一个人图报的 今天的风超大 我分不清是海还是湖 像是鸟语花香 反正就是很漂亮 如果我住附近 我会常常来走一走 就是不用进去参观 在外面走一走 也是心情畅快的 因为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优美 这种建筑物就是故宫南院 从远处看 宏伟壮观 巨大的花瓶 从大门走进来 这里边真的好大好大哦 真是拍摄的好景点 好了进去买票 我们不会选择假日来 所以人很少 拿票 特别值得网红打卡的地方 就是这个楼梯 楼梯一边往上走 这些图案都会变化 每走一步 形状都不一样 这是谁这么通明 彩绘得这么漂亮 今年是兔年 小兔子占主要位置 来到这里 大家千万不要懒 去坐电梯 一定要走这个楼梯 看小朋友也在走楼梯 所有的人都走这个楼梯 小朋友蹦蹦跳跳 很开心的样子 所以每一个地方 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都有吸引观众的特点 像这个楼梯 就会给我们 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好了上来了 很多层 民众都先看介绍 做功课要从哪里开始看 哇 哇 这么漂亮啊 好像三边都有鱼耳在影 这种各一间房子 就是大屏幕 好像置身于海洋之中 连门都是大屏幕的 连门都是大屏幕的 可以拉开 可以关上 这个墙都是不变化的滑动 真的是好漂亮好漂亮 看小朋友多开心 人气国宝 这里就很多人了 这是另一个展区 这里到底有多少的宝贝 大家有空 就可以来慢慢的看 我们今天没有很长的时间 所以拍摄时间很短 如果您没来 可以参考一下 下次来的时候 自己可以仔细看 真的都是国宝啊 这个很大很宝贝 拍摄是用慢镜头才拍下来的 这个就用快镜头拍摄的 所以很多的东西 普通镜头都拍不完整 看这个像不像坐在外面 实际就是在室内 这样拍好像坐在高山上一样 如果不这样拍 大家是看不清楚 工作人员建议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所以我们就往楼下走来看 越南的 越南衣服也是很漂亮的 这是日本的 周穿衣镜 这一层是介绍染织和衣服 这是二楼 景太蓝 太暗了 如果你来这里要拍照 不可以开冬光 这是这里的规定 这些都是乾隆家的 这是乾隆家的 乾隆家的 乾隆家的抽气 首饰盒了 这个最宝贝 这还是甜隆家的 像这些湖民间都有仿造 像这些我小时候都有看过 民间很多仿造的 不过现在仿造的也很贵 很值钱 我们家乡有古玩市场 我回去会拍摄给大家看 明朝的 漂亮了吧 真的太漂亮 这个我来做大馒头最好 明朝青花瓷 是洗笔 就是写字用的 这些都是景太蓝 这些真的很值钱 我们只是走嘛 观花的看一下下 这边是多工能演播厅 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慢慢看馆内的介绍 介绍我们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过往 和这些宝藏的来历 好了我们出来了 刚才从大门的左手边走进来 现在我们从故宫南院的 还是左手边 也就是绕一圈 现在我站的位置 就是故宫南院的对岸 你看能拍到这个巨大的建筑物 绕一圈拍摄给大家看 如果您没来看 摊口一下 下次您来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哪个地方拍摄比较漂亮 整个故宫南院 绕哈一圈 十几二十分钟是走不完的 非常的大 风景非常漂亮 不管站在哪个位置拍摄 都非常的漂亮 不得不说这个故宫南院 胜过故宫北院 工作人员说下个月 玉白菜会来到这里摊展 如果您想来可以把握时间 故宫南院值得一看 小娘也是第一次来看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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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